陈亚南家人再次爆出离婚内容 幕后推手也是浮出了水面 而这个经纪人深秋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现如今 大一哥的儿子朱善伟和儿媳妇陈亚南已经离婚 这场闹剧也落下了为命 但是两家的恩怨却并没有结束 像当初陈亚南的妈妈 亲自去退还了朱家人给的彩礼 然而就在他们离开时 他却对着经纪人深秋说出了别有意味的一番话 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 在两个孩子的离婚事件中 陈亚南的妈妈并不怪朱志文 反而他们对于朱志文的经纪人深秋很是不满 这就不让人产生疑惑 难道陈亚南离婚和经纪人深秋有关 而陈亚南妈妈接下来的行为更是耐人寻美 她表示要请深秋吃饭 就是不知道这场鸿门夜 深秋敢不敢去 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两个孩子的离婚事件 是因为深秋从中作梗 因此话语里充满了对这位经纪人的怨恨 其实这个叫做深秋的人 并不算是朱志文真正经纪人 朱志文的商业和业务往来 她从来不会干涉 当时陈亚南和朱善美谈恋爱 深秋自然也和陈家人走得更简直 然而没想到的是 在陈亚南和朱善美闹矛盾之后 深秋却立刻与陈家划清的界限 露出了自己的真名 显然在深秋的眼中 打一个一家才是最大的靠山 深秋也透露 陈家不仅威胁过自己 还威胁过自己的老公和儿子 其实陈家人在气头上 说一些难听的话在所难免 但深秋有没有对陈家时手段 就不得而知 这次陈亚南可以说是彻底凉凉了 12月15日 网友曝光一则山东直播电商管理集团的通知 通知的内容是关于山东的 你网红陈亚南的事情 该公司称陈亚南保持高度关注 由于陈亚南事件影响恶劣 该集团呼吁各部门及合作伙伴 要求与网红陈亚南合作的电商公司 要及时止损 正在与陈亚南洽谈合作的公司 要暂停接触合作 此消息一出顿时引得网友称快 得出陈亚南因为和朱小伟的事情 让许多同行和山东的直播从业者都比较反感 以至于这个山东直播电商公司 不得不发布文件 通知大家要把陈亚南列入警示名单 这个发布通知的公司 不知道什么来头 在网上查看 其注册资金高达5000万 影响力和实力应该是不小的 而且看名字就知道 这公司的主要业务在山东 而陈亚南则是山东的网红 所以陈亚南这次被列入警示名单 算是真正的伤筋动骨了 不过随后陈亚南的行为 就让人感到疑惑了 他可能感觉再这样下去不行 于是想了个办法 说感谢大家的关系 自己遭受了许多骂骂 但自己已经原谅打架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 陈亚南愿意把接下来两年中直播赚的钱 全部做公益捐出去 听上去好像陈亚南是在做好事 但本质上还是陈亚南想继续直播带货 并把自己的直播间和公益捆绑起来 虽然损失一点收益 但好处是巨大的 网友们也是纷纷叫决 声称这背后一定能够有高人指点 毕竟是做公益 而且陈亚南自己不用掏一分钱 只是把网友的钱拿去做好事 直播间起死回生 自己也落了好口碑 不得不说陈亚南长得愁想得到挺美 陈亚南真的是好手段 以为发布一篇小短文 就能挽回名誉和损失吗 就在昨天陈亚南讲了两件事 第一个是关于账号的问题 因为他的账号现在已经有470多名粉丝 他说账号是他自己的 就像他的身份证一样 他承载了太多的能量 见证了他的成长 最近有很多合作伙伴私信给他 鼓励他支持他 让他感觉很温暖 所以他恳求大家关注他 因为他是纯粹的 他现在是一个独立的 你不喜欢他的 粉丝们可以取关 他不会怪粉丝 谢谢这一年多来 粉丝对他的支持和付出 所以他心里很清楚 这意味着他不会取消账号 这个言论可以说是很高的一遍 一边博取同情心 一边保住了账号 简直就是一箭双标 而朱善伟也有了新的动作 两人分开后 朱善伟带着自己的助理 也自己开启了直播间 原本在媳妇的直播间里 连话都说不利索的朱善伟 却变得能言善变强 甚至还和身旁的年轻小助理 频频互动之后 朱善伟更是更改了 所有社交账号的背景 就连签名也换成了白白两个字 头像也从曾经的婚纱照 换成了其他图案 可见这次助单位是下定了决心 要和陈亚南划清界限 而陈亚南也在直播当中表明 自己已经尽数退还了 当年的财力和首饰 如今两个人最后的财产分割 也已经完成之后 旧桥归桥路归路 各过各的生活 从此便再无关联了 经历了几个月的离婚事件 也在此刻终于画下了句点